老公好帅哦 看他这样的老公 下手是要快点啊 我们的关系就是 很好的工作的伙伴 普通的朋友关系 就是好朋友关系 很多时候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 当你结婚了之后 你就会很幸福 但是我说的每句话 确实是真实的事情 这个跟我无关 这个是你的节目 本以为可以很幸福的 一家三口一直走下去 但是是以愿为 虽然每天还会见面 但是心已经越来越远了 生活还是要继续 所以我觉得呢 女人的幸福必定 只来自于男人 还可以有自己的视野 我现在把我自己的重心 挥放在我的视野上 为了我热爱的视野而拼搏 大家好 我是刘娜 第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由于我的老公突然的离场 然后让大家可能更多关注 是我的感情生活 可能生活是黑白的 但是舞蹈一定是彩色的 我希望用我的色彩感染到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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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舞蹈中的刘娜是非常绽放 非常活跃 非常快乐的 对 我一直觉得 自从生完小孩以后 接下来的生命 都可以用来跳舞了 因为我把我的人生大事已经完成了 但是又有一个很难的事情 就是在电视上 突然把你的隐私曝露出来 你的家人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吗 没有 家里人 家里人 家里人就是 家里人就是 以前就是看到我在电视上表演 都会第一时间打电话来祝贺我 然后 家里表演不错 然后这次大家都非常平静 然后就我弟弟发个短信 给我妈妈说 姐姐表现得很坚强 然后 不是很精彩 是说你表现得很坚强 对 很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三位男性观察员 还有我们场上的三百位大众评审团 请你们做出你们的决定 请选择 黄磊 刚才的表情不是那么的 好像有点纠结 对 心里有点复杂 其实我觉得跳得非常好 可是我觉得你的上一次吧 你不管是带着一股什么气 但是你表演的时候 这个气力十足 快 然后 然后你让我们觉得非常震惊 所以这次我本来想看到你说 有什么 特震动我的东西 或者特惊讶 我但是 说实话 刘娜 我觉得有一点点失望 谢谢黄老师 谢谢 黄金老师 刘娜今天我 我不觉得她在技术上 有什么样的问题 依然让我们觉得很耀眼 但是我没有告诉过我自己说 哦 我生完小孩 了啦 我现在可以全力冲刺了 并不是 你不要忘记 你现在就是一个孩子的妈 有时候我们会感受到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但是却说不出来 那个就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那是一个精神层面 灵魂层面的一个表现 如果你能够在你的表达之中 更多的温暖 更多展现出妈妈的那样的一个风华 我认为 这是你进入到人生的阶段 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 谢谢 谢谢 黄老师 黄老师的话 我觉得今天给我很大的收获 其实让我反而想到了 就是不管是跳舞 还是和你的另一半在一起 可能时间太久了 就忘了如何去温柔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最终的选择是什么 请揭晓 黄书俊一票 陈雷一票 目前为止有两票 我们的规则是 如果要是你达到了三票以上 能够有机会进入到 我们下一轮的比赛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很遗憾就要离开 现在由张博芝作为我们最后一位女性观察员 她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到底是加一票 还是减一票 博芝 我看到一个妈妈 她从第一次来的时候 她心里面藏着好多好多 那个香港让我感觉到 肯定有很多很难受的唱吧 那今天我看到她 有angel face 从内心发出来的那个笑容 那个翻开笑容 继续把她的儿子看到 所以你的选择是 谢谢 加一分 博芝在原有的两票上又加了一分 非常的惊险 三票暂时进入了带领区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去哪儿 去哪儿 所有人的女性观察员 就像这个过程 在一起